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改变了民众的消费模式 许多人减少购物次数采取线上购物 结果造成全球海运需求量大增 在人手不足以及货柜量短缺的情况下 物价也节节高升 在这样的状况下 日本加紧脚步研发海上全自动的无人驾驶船 希望可以解决海运费飙升以及人力不足等问题 这艘无人船使用了卫星定位系统 还有最新雷达装备 会捕捉周章影像再及时回传给支援中心 而支援中心则备有驾驶座 坐上驾驶座后 前方一共有12个不同大小的荧幕 昌进宛如科幻电影中的星际战舰 如果发生任何状况 支援中心可以立刻切换成手动模式 无人驾驶船的构想来自于日本财团 与30多家企业合作 它会参考GPS洋流 以及过去的航行路线自动决定最适合的航路 对比经验丰富的船长 需要耗费数小时制定 无人船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 而无人船将改装旧货柜船朱雀号 预计2022年2月完工 将在东京湾和伊士湾之间试航 最快2025年开始正式运航 节料完语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